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爱母之情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直说到人的心坎里去 现代人的表白招数就更多了 送礼 吃饭 看电影 都是小儿科 什么亲友团表白 才艺表白 包场表白等等 为了抱得美人归 不惜血本 但爱情这种事情 也得一个怨打 一个怨挨才能成 若是你有意 对方无心 那么这表白就尴尬了 某某大学 男生深夜 女生宿舍下表白被拒 这种事也常发生 其实女人对你怎么样 是否心里有你 想跟你在一起 还是很容易判断的 女人想让你泡 身上会散发这三种味道 掩饰不了 第一种 脆弱的味道 成年人在这世上与人交往时 大多会存一半心眼 不会轻易在外人面前透露自己的脆弱 但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 特别是在外独自谋生的成年人 一个在你面前表现坚强 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女人 夜深人静时 也许会独自伤感 有些女人看似很难追 不过 只要你戳中她心里最柔软的那个点 也就打开了通往她心门的开关 我有一个女同事 是个典型的工作狂加大女人的性格 平时做事雷厉风行 因为爱工作又是单身 这么多年把全部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作 无暇想个人的事情 我从没见过她跟什么男人交往过 当然男同事也对她退避三舍 怕她 觉得她性格强势 不好相处 但就算是这样 她还是开始了一场办公室恋情 那男人是她的下属 也是个工作狂 经常在公司加班 两个单身的人相处久了 不知怎么就擦出火花来了 我跟女同事关系比较好 私底下问她 怎么就突然从大女人变小女人谈起了恋爱 女同事说 男人对她很好 她加班 她会贴心买饭送给她 还会把自己从家里煮的茶叶蛋带给她吃 再后来关系更熟了 男人会带爱心便当给她 就这样 一点点女同事的心就沦陷了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 她独自在这座城市打拼了八年 从没觉得自己需要男人 只有在夜深睡不着时翻朋友圈 看完别人秀恩爱 才会想自己是不是缺点什么 自从身边有个男人对自己献殷勤后 女同事像变了个人 特别感性和脆弱 半夜被雷声惊醒 会给男人打电话 工作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会找男人倾诉 就连有天早上买的豆浆洒了 都要哭丧着脸跟男人说 毫不怀疑女同事爱上了那个男人 当一个女人 完全不掩饰自己的脆弱 甚至在你面前处处散发着 我很脆弱 需要保护的味道 那么男人就要多主动一点 早点表白 早点抱得美人归了 他想让你泡 才会让你发现这个特点 第二种 孤独的味道 人类的孤独都是一样的 人本来就是群居动物 有的人离开熟悉的环境 去外面打拼 尽管有朋友 有同事 但一些心事依然不方便对外人讲 还有些人因为性格内向 朋友不多 叫几圈子窄 心事就更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不管因为什么 一个朋友少的独身女人 总有孤独寂寞的时候 女人这种生物 白天和晚上是两副不同的面孔 不幸的话可以看看你身边的女同事 哪一个工作的时候 都是实打实的女强人 欲怪打怪 坚强与牧牧无比 而到了夜晚 卸下白天的面具 独自生活的她 才是真实的她 若是你喜欢的人 总是在你面前展现精神饱饱的状态 说明你还没有走到她的内心 如果你喜欢的人 除了工作之外的时间 特别是晚上喜欢找你聊天 那你就窃喜吧 她一定也喜欢你 太阳下山了 世界安静了 你所看到的远方只是身边的几平米 你的世界只剩下你自己 在这种状态下 人很容易感到孤独 当一个女人平凡在夜晚跟你倾诉她的孤独 聊一些对人生和生活的感悟时 她同时也在释放对你的好感 否则大家都工作了一天 回家之后只想吃饭 看电视睡觉 哪有精力用来闲聊 第三种 渴望爱情的味道 如果不是熟悉的人 不是在心里把你当作自己人 女人是很难对一个人 主动聊起自己的感情的 我有一个朋友 跟女友就是这样走到一起的 她先对女友生了情 不知道对方喜不喜欢她 便时常找人家聊天 想博得个好印象 她女友也喜欢她 俩人天天聊着 就是窗户只没捅破而已 那时候聊天 女友经常说一些很感性的话 说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渴望爱情 要是遇到个怎样怎样的男人 一定要好好抓住了 偶尔娱乐圈哪对夫妇说恩爱 女友也会分享给她 跟她讨论一番 有时听到一首情歌 会忙不爹分享给她 附送一句感性的话 女友的表现在透露一个信号 我很渴望爱情 渴望跟你的爱情 我那个朋友是个榆木脑袋 两个人天天聊 聊了好几个月 她才突然醒悟过来 一个女人若是不喜欢你 咋会跟你聊这么多 于是马上招呼哥们 帮她布置 表白 表白的话还没说完 女友就哭着答应了 今年他们结婚两年了 一直过得很幸福 那种刚开始互相惦记 心里有对方的悸动 从未消失过 我朋友的恋爱故事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 对方不讨厌跟你聊天 甚至会有意无意 跟你聊起爱情相关的话题 甚至聊一些她心里隐秘的事情 那你就偷着乐吧 一个女人心里有你 想让你泡 大多有这些特点 错不了 她身上的这些特点 就像味道一样 无法掩饰 这就是男女之间爱的信号 当我们在追爱的过程中 也要擦亮眼睛 把精力和思想 用在值得爱的人身上 别错付了 爱情有时就是这么回事 狼有情 妾有义 就得抓住机会 毕竟在这个快餐时代 任何人都等不起 祝你可以抓住 属于自己的爱情 好好相爱 互相珍惜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